連續15天的碳馬里金輪溫泉季活動 最後一天的重頭戲 也就是金輪溪河畔的路跑活動 供來自全國近900位愛好路跑的民眾報名 為了吸引目光 還有民眾特地穿上了恐龍裝參賽 就連三太子也都參加了這次的路跑活動 身為大家長的碳馬里商長陳振俊 當然不會缺席 也和民眾一同參加了這次的路跑活動 我們藉著運動休閒 來帶動地方的觀光產業的發展 這次的路跑也大概聚集了900多位的選手 來到太馬里商的金輪 當然我們希望說 除了來這邊參加我們的路跑賽之外 晚上可以留下來住在我們金輪溫泉 也可以藉這個機會去泡好湯來賞洛神 半馬組以及挑戰組第一名的選手表示 路程有很多上下坡 對選手的考驗相當的大 也是一個挑戰自己男的的經驗 因為我本身有感冒 然後前幾天又摔傷 所以想說今天把它撐完就好了 沒想到說可以拿到總冠軍 謝謝 很有成就感 因為跑兩次的斜坡 然後因為之前跑過泰馬 然後覺得比泰馬還辛苦 因為那個陡坡實在太陡了 然後平時沒有練陡坡 然後突然跑陡坡覺得好辛苦 不過跑完很有成就感這樣 來自台北以及台南的兩位女生 對這次的路跑體驗印象深刻 尤其是這裡的人都非常的熱情 沿途的風景也都很漂亮 你可不可以分享這樣的感受怎麼樣 我覺得很有成就感 因為我剛剛看了我手機的紀錄 就是我第13次跑步而已 對然後就可以跑這麼遠 而且搭乘了雖然我有小走路 但是我覺得很開心啊 就是賽道還蠻 起伏還蠻不像在市區 然後非常有挑戰性 然後也是像剛剛那個主持人講的 就是跑起來感覺還蠻過癮的 比賽是我去比立節二弟的路段還難跑 可是風景還不錯 剛剛跑起來還蠻舒服的 晚上的閉幕活動也相當精彩 藝人創樂團搖滾的演唱 還有性感火辣的熱舞表演 現場的氣氛是嗨到最高點 相當 陳正俊希望 藉由这次的活动让游客更加认识泰玛丽 不只是日生之乡 经文的温泉 相信也是值得游客着访体验 轻松脉搏悠游的行程 东南新闻曾经属泰玛丽乡的 报道